我們今天要前往的是新竹寶山地餓水庫 那我們選在中繼站在竹東作為中繼站 那竹東中繼站的補給點的話 我們選在竹東排骨書面作為進入午餐的補給點 我們先來這邊用個餐 然後再前往寶二水庫走一走 那餐廳的話我個人覺得說它屬於比較新式的小吃 就是跟以往的不太一樣 店店蠻乾淨的 人潮非常多 價格上面是比較偏貴一點 但是我可以接受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它還蠻適合親自推特在這邊用餐 空間也是蠻大的 我們來跟大家快速做個介紹一下 我們來推薦你的哪些比較好吃 然後蝦仁肉圓我個人蠻推薦的 口味非常不錯 醬汁蠻像南國醬汁 偏甜的味道 肉圓是實體的肉圓 然後有蝦子 乳胃拼盤我個人覺得還行 就是多貴中舉就是一般的乳胃的做法 那排骨書面是定家推薦的 我手工麵的話屬於像北方麵再硬的麵 那牛肉麵我個人覺得就比較 多貴中舉這邊有特別之處 跟大家介紹 除了來這邊我推薦你還是吃這個排骨麵就可以了 那份量看起來不會很多 但實際上會吃完很飽 因為麵比較硬 那我們要去寶二水庫走一走囉 寶二水庫 它其實叫寶三第二水庫 是新竹裡面好像比較大的水庫 那你們園區裡面有免費的停車場 停車場的數量是蠻多的 那你有一個大環湖步道 沿路都是停車場 另外一點呢 是這裡的馬路比較小 剛剛看到了這個馬路 其實就這麼大而已 灰色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車了 不過還好啦 這附近 假日的時候人潮其實很少 跟十門水庫比較起來來看的話 確實少很多 那我們走到這個上層的區塊 可以看到 寶二水庫目前的水量 那因為春季的時候 雨量其實沒有到特別補碎水 就看到到 雨點到快靠底 但是還沒到底的狀況 旁邊的歷史它已經跑出來 白色區塊 那我們沿路走下去 走到下面的環湖步道 所以我們這個停車場其實高度是比較高的 旁邊的那個 類似國路中心 可以那邊洗個手 上個廁所 你們問我說 寶二水庫有什麼風景呢 除了觀景台 觀景中心彩繪電塔 跟現代位置之外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沿路就是一個 散步走路的景點 然後環湖域都大概 十公里左右 這是官方提供的數據 那天空上面有一些 看起來是 大罐舊吧 都不確定 因為我們沒有 那麼大的望遠鏡 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那我們走到觀景台 先看一下 快速的跟大家做個 快速瀏覽 那沿路上 這種植物生態 其實就是一般 就是沒有特別的豐富 因為人為的地方比較多 但整體起來 我個人覺得 人車草少的話 是比較好走 不能擠的 但是有注意一點點 如果你有推黑車的話 你要注意這邊 還蠻多有下坡處 所以 可能要注意一下 腳下的那個 步伐跟這個傾斜度 那前方呢 大壩鐵的 風景步道 其實有開放小型車通過 那我們看它大壩底部 其實有一個區塊 已經露出檯面上來 歷史檯已經跑出來了 白水口已經補出水面了 表示水量並不是非常不夠 新竹這區目前 足科的話 主要還是由石本水 蠱充水居多 那寶1跟寶2也是有供水的 但是水量還是不及這種大量的消耗 所以 即使這邊有很大的水源 就是水量還是不太夠用 我們新竹這邊的水 有部分從草原來的 但希望 多多下雨啊 不然大部分地方缺水 寒季的時候 其實 會很多困擾 然後我們就接著 往前方繼續走 我們沒有要走環一圈啦 因為畢竟有推推的帶小孩來的話 就會考慮一下實驗上面的問題 所以 我們直接走一走 然後散散步 然後你可以直接在 大坝兩邊看一看 拍個照 風景秀麗沒有 就是一般的風景 就是散步的景色 然後旁邊有個 太陽能板 就是這個區塊 就會做一些調整 然後對面的話 看起來像是一個 龍莊 龍莊或是龍舍 因為有露營的地方 有機會去那邊 帶訪看看 然後因為看到對面 有一個櫻花林 這應該是人為造林的區塊 那焊急的時候 你看很多地方都已經露出來的 底部的那個 沙岩的地方 已經跑到水面之上 應該是後面吧 保護水庫還有一個特點 是它兩庭蠻多的 我個人覺得它好處是 兩庭多啊 停車場多 而且它又是免費的景點 如果你要規劃新竹一日有的話 我建議這邊選一個中繼站 在這裡 你可以前往 然後你可以前往 像是 北埔老街啊 可以走這個 中間的路線 做一個行程上面的搭配 那它步道告訴我 上面寫10公里 是這邊資訊提供的 旁邊有一個友善步道 很適合推車上來 因為階梯 不適合推 硬而推車 那 路有雙差路 一個是仙野路往下走 另一個是環湖路 旁邊有一個福倫公園 它福倫公園的路下去的地方 不適合推車 只適合步行 因為都是階梯路 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階梯路 雖然風景不錯 但是就是階梯路 好有趣的景點 但不適合推車喔 那雅各人今天的寶餓水庫 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 也可以點 歡迎訂閱點讚 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